沈栋跟太太段伟红会进入中国权力核心圈 全因为跟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 温家宝妻子张培丽友好 使合作伙伴更是温家的白手套 沈栋就这样跟段伟红 过了好长一段高端的日子 直到2017年9月5号这一天 段伟红突然被消失 人不见了四年 毕竟中国奉行共产主义政治为胜 权力拥有者等同主宰所有事 金钱权势构成的社会 神动曾仅靠中共核心圈 看得越清楚也越害怕 中共如同全世界最大黑社会 如今远离中国的神动 用亲身经历诉说 集权下的黑暗面 出版新书揭开与中共交手黑幕 尤其11年前看似巧合的事 捕开来的海武德事件 同时来看无奇途形 原来都在帮习近平造出权力战胜 所以农直言现在是习帝国元年的新时代 那第三任期的经济表现恐怕步步惊心 而中共对台威胁将无所够在 目前中共北京政协委员脱离中国 把过往与中国政府交手所见的所闻 丰富于事 也让人看见其中的案子的屏幕 中国真的了不起耶 进行全球最大支民主选举 全票通过 有厉害吗 各位为了要全票通过 所以本来应该抓的人 还特别放他到会场来 然后要全部通过 没有一票没过 为什么 这个叫做中国式的民主 所以所谓的人大代表 就是中国式的民主 中国式的民主就是 你是民我做主 你知道吗 这就是习近平告诉大家了 好 那习近平现在重重之重怎么办 钱啊 这整个中国都没钱啊 为什么 所以大家要赚钱啊 大家要有钱啊 各位悲剧发生了 为什么呢 东莞 东莞过去是台湾人的天下 那很多台商都撤离东莞了 但是东莞有人因为失业 听起来很可悲啊 为什么呢 有人因为失业 没钱辛苦没钱怎么开掉了 竟然二分了头了以后呢 二死接头 二死接头一分之后 然后呢就有人赶快打这个 赶快打电话 请这个消防车 警方到了现场了以后呢 结果现场一凉脉搏 人心跳已经走了 活活的被饿死在这个街头啊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么更可怕的是 有一句 我们最近看那个中国电影不是说 我是90后 开玩笑的 年纪很大说我是90后嘛 那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90后这句话 出现在中国到处各地的 招工的相关的资格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90后 有的人三十几岁 中年失业要转业啊 我是不是要去拜 对吧 直接跟你讲了 非90后的请离开 直接跟你讲 33岁以内的留下来 超过33岁离开 没有你们的 结果90以上都是超过这个 33岁那怎么办呢 没你们头脑啊 你知道吗 你可以回去了 什么 只留下90后的 然后90以前的呢 就找不到工作了 年纪大 然后也不算大 杀这杀回 那也年纪大 但是他只要年轻的 年轻力壮嘛 你年轻力壮 心智可以压低 然后做的事情又多嘛 你就知道他现在有多可 因为身多周少 那么除此网传说 有一名农民 一个人 吃十万泡民 吃十万泡民 被中国的小粉红这些网友 干脚炫富 吃十万泡民为什么是炫富 你如果说吃十万泡民 是炫富对吧 吃十万泡民就说你炫富 你知道吗 你太有钱了 你太有钱了 才让炫富一工 我食量大 但是我工作量大 我平常就吃那么多 我吃的是泡民又怎么样 都认为你是炫富了 而且他说他是今天没干活 对 干活是食物完 你要知道喔 好 好 紧接而来 叫你来讲如果你缺这么多 然后很多农民工 回来的以后 过完年以后回来找到很多工作 那中国是不是整个经济都上来了 但是如果你很多人要找工作 可是你工作只有一点点 那表示什么 表示很多这个等于说 没有那么多工作 没有那么多订单嘛 各位青岛 青岛发生什么事 他进行要招三十个空服员 要招三十个空服员喔 来了两千个人 然后两千个人 那其中应征的人他就说 我从七点多就来了 因为八点半开始 开始进行面试 七点多都来了 我排了整整七个小时 然后因为他排一千号 然后排到他的时候 面试谈三分钟 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有两千个人 来这个怎么谈这个所谓三分钟呢 你就知道 现在中国的这个事业状况 有多严重 严重到有人爆料 连监狱也失业 不会吧 为什么监狱也失业 不是说监狱就没有换人 而是以前不是都会来做手工吗 做一些电子零件 做一些服装 缝纫机在那边踩踩踩踩踩踩 最近都没有了 这些电子零件加工 还有这些手工都没有 就表示没有订单 所以这些犯人怎么办 就是吃饭 睡觉 就这个样子 那我问你 中国的经济到底好不好 已经很明显了 那本节目的事是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